奥利闭架山峰 九龙区最尊贵显赫地段 居高临下俯瞰整个九龙半岛 卫处龙居道三号 九龙区最豪华的超级豪宅 由家里发展的低密度屋院式洋房 题外 题外由三座院树 及五座分层大宅组成 总共六十四伙 三座两层高院树 每一座的实用面积都过万尺 间隔有四房四套和五房五套 是九龙区绝物仅有的超级豪宅 最大的院数C 面积更惯绝九龙区洋房 称得上超级豪宅 所有配备当然都是顶级 每座洋房都有宴会厅 室外游泳池 室内升降机 以及私人车库 夸张 还不够 加上过万尺的前后花园 庸人房都有五间 尽显王者气派 展现住户尊贵身份和地位 五座七层高分层大宅 间隔同样有四房四套和五房五套 实用面积几乎3466到8583平方尺 部分单位有私人升降机 隐私度极高 由名设计师匠新读运 每座大宅的室内设计都别具特色 题外所在的龙居道总立于九龙半山 媲美港岛半山传统黄金豪宅地段 更是九龙正中心 经龙翔道几分钟直达九龙东核心商业区 十分钟到西九高铁站 经青马大桥到机场 不用半小时 瞬间穿梭中港 连接全球 题外临近高级大型商场又一城 云集国际知名品牌和高级餐厅 九龙半山的豪宅供应一向短缺 超级豪宅更加弥俗珍贵 论投资潜力 题外绝对是顶级 发展商家里是享富盛名的豪宅发展商 出品一向以高素质建称 是市场信心保证 同系的提山成交尺价 更曾突破十万元 一度创九龙分层豪宅新高 这次推出的提外 无论户型面积都比提山更上一层楼 更加含有尊贵 预计通关之后 势必更受世界各地 独具慧眼的投资者追捧 九龙半山题外 王者气派 尊贵显赫之选